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中国音乐研究中心的陈子俊 欢迎来到由崇基学院 中大中国音乐研究中心 和新亚研究所合办的崇基古琴雅集 我们的系主任中心总监刘长江教授 因为去了美国波士伦开会 所以就托我跟大家讲几句 疫情慢慢就散去了 我们音乐系一直都在思考 扮演什么活动 所谓搞黄花那场 其实中国音乐研究中心 一直都有些收藏古琴的书籍 琴浩和我们之前的老师张世斌老师 他的明代玉堂春古琴 都是收藏在我们中心里面 马上就联络四位琴人 以及一位我们中大老师冯通教授 希望能不能在中大办一场的古琴雅集 结果五位都一口答应 非常多谢他们的支持 当大家都同意搞这场雅集之后 我们马上就和崇基学院 去浏览演出的经费 多谢麦淑然教授和卢浩文博士的支持 拿到经费之后 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观众实在太多 我们当日 我记得是晚上 不知是晚上11点 宣传说大家可以公众报名 结果第二早一睡醒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呢? 是四五八个公众人士报名 那就不行了 立刻和系主任商量 就说我们是否要加一场呢? 当时系主任有三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就是 那么多位琴人的时间 是否可以配合得到呢? 第二就是 我们和崇基拿了经费 但我们只是拿一场的经费 我们还有另一场 那怎么办呢? 第三点就是 最主要考虑到观众的踊跃度 是否可以像第一场那样踊跃呢? 其实第一点 都是和各位琴人一说 大家都同意去加一场 时间很容易跃 第二点 我要多谢我们合办机构 新纳研究所 他们是无条件支持我们今场的拍摄 一切开支费用等等 很感恩 第三点 就是 我记得是 我们当天早上十点钟 开始作这个公开报名 那我和同事就好像股票开市那样 十点钟 立刻看着那个屏幕 看看那个进展 结果我同事一直在那里叫 折拉折拉太多人报名了 结果是十点钟开始 十点零五分呢 折纸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太多人报名 都是超过三百位报名 其实在这里 是要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没有你们的存在 我们的音乐会 也好 港座也好 其实是不会成功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天我们没有播长规 就是我们一般音乐会会播长规 叫大家不要拍照 之类的 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可以多说两句 第二点就是 其实我觉得古琴音乐会 长规其实不适用在古琴的观众里 因为大家的质数是非常之高的 当日3月3日我们办第一场 崇基古琴瓦集的时候 崇基学院的院长 方明平教授 他就一路赞赏观众的水平 然后他就开玩笑地说 他就说 如果我们的学生上堂的时候 是好像观众的反应那样 就大件事了 可以说明到 古琴的观众的质数是非常之高 多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中国音乐研究中心日后的活动 其实崇基古琴瓦集 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会再办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日方院长也提到 也觉得我们搞得不错 另外一点就是 他觉得音乐系的活动 崇基是会支持的 所以我们会继续搞 以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希望恒常地搞 大家留意到外面 刚才大家都很踊跃入场 外面其实有些摊位 就买些古琴的用品 CD 书籍 其实我们很辛苦的 扮长音乐会 就要担担抬抬抬 我就拿了来 就不是很想拿走的 希望大家 一会我们有中场休息 我们有两位琴人 走完之后 我们会有个中场休息 其实今天不会播常规的 所以大家 中场休息的时候 可以出去 去选择一些心仪的项目 好 我不妨礙大家了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继续一起欣赏 这个崇基古琴雅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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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pplaudis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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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housed Applaudis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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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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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